毛主席能成为一代伟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美国记者给出答案 伟人手中有四张王牌 令其能克服种种困境 最终创立伟大的新中国 尤其是最后一张 更是毛主席成功的根本 在那个战火连天 国家处于兴亡之际的动荡年代 毛主席究竟靠哪四张王牌 才能打破黑暗 成为新中国的伟大领袖 众所周知 毛主席参加革命初期 也正值我党最困难 最危险的时期 一众革命先辈们 被反动派无辜安上了匪患的名号 并遭到严厉抓捕 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 再加上革命初期经验不足 党内出现了许多道路方向的失误 令本就艰难的革命之路雪上加霜 而毛主席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 为中国的革命之路指出了一个明亮的方向 在毛主席的主张下 我党确立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令革命队伍有了与反动派对抗的力量 我党也逐步走向稳定 而毛主席也开始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关注 在红军时期 我党已发展成以毛主席为领导核心的革命队伍 1937年的7月 一位名叫斯诺的美国记者跨过千里 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中国红军领袖 在当时 我党在国际上一直被冠以匪患的恶名 而斯诺却不以为然 他深知共产党是一支怎样的政党 因此 他决心想了解清楚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 也正是这一次访问 林斯诺深深的折服于毛主席的熊炮大略 多年后 新中国成立 毛主席从一党领袖变成了一国领袖 而斯诺也向外界道出了 四点毛主席成功的真正原因 首先就是毛主席渊博的知识 斯诺在第一次看见毛主席时 便评价其很像一个知识分子 而随着深入的交往 其更是被毛主席渊博的知识所深深折服 早在读书时期 毛主席便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尤其是文史类书籍 可谓是毛主席的最爱 当年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时 毛主席除了日常的工作干活 其余时间基本都用在了看书上 各个朝代的经典名著 都是毛主席的必看职务 除了文史书籍外 毛主席还对哲学十分痴迷 儒家 道家 包括西方的哲学思想 毛主席都有很深的研究 大量的阅读经历 使得毛主席的知识储备丰富至极 也正是这些知识 成为其带领革命队伍的基石 可正所谓百无一用史书生 此话虽有偏见 但也可以看出 一个单纯的读书人 知识分子 是很难成为一个国家政党的领袖的 那么毛主席除了满腹经轮外 其还凭借哪些才能 成长为一代伟人的呢 作为一党领袖 除了渊博的学识 出色的政治 军事能力可谓缺一不可 而当年的红军 也正是凭借毛主席出众的军事能力 才一次次从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剿中 化险为夷 最终通过长征这一壮举 闯出了一片新的革命天地 而在整个反围剿作战中 最著名的战役 必然是四度赤水 1935年 当时的红军 陷入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包围中 形势十分危急 为了摆脱追兵 毛主席指挥红军 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反复传插 灵活变味 令几十万敌军找不到攻击方向 最终成功逃出了包围圈 粉碎了老蒋的歼灭计划 为革命保存了种子 而四度赤水 这场由毛主席指挥的战役 更是成为经典战役 受到了中西方军校的广泛学习研究 除了毛主席出色的军事能力外 更令斯诺钦佩的是 毛主席精准长远的政治目光 1939年 斯诺诗歌两年 再次前往延安 拜见了毛主席 此时我国正值抗日战争初期 也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刻 日军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 在战场上节节挺舰 现后夺取了上海南京等城市 正面战场的势力 令国内外对抗战的结局一片哀声 同时整个国际也不容乐观 德国接连侵占了大半个欧洲 就连老大哥苏联也不敢与其对抗 面对如此悲观的局势 毛主席却向斯诺讲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认为苏联与德国是不会结盟的 而中国更不会亡国 中国不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也会成为 未来中国重要的革命力量 其次毛主席还预测了日本未来 可能会逐步入侵东南亚周围的许多国家 比如菲律宾越南等等 连美国也有可能 这些预测在当时看来根本不太现实 而斯诺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出于礼貌性的 将毛主席的话都记录了下来 可未来局势的变化 令斯诺彻底傻眼了 德国撕毁盟约入侵了苏联 日本也接连入侵了越南菲律宾 并且偷袭了珍珠港 美国被迫参战 看着本子上毛主席在多年前的预言 斯诺只感到一阵不可思议 同时 其也被毛主席精准长远的政治目光 所深深折服 然而上述三点 都是毛主席能成为领袖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相比之下 最后一张王牌 才是毛主席能成为一代伟人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关爱人民 众所周知 封建制度在我国存在了数千年 而在这数千年里 所有的权力 所有的福利几乎都被上层的贵族统治者所霸占 他们奴隶压迫底层百姓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毛主席却一心为广大民众的利益着想 他带领革命队伍打地主 给农民分土地 让人民当家做主 他领导的革命队伍 称为人民子弟兵 一心一亿为人民服务 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他一心为之奋斗的 是帮助每一位穷苦的底层百姓 获得真正的尊严 毛主席清楚地认识到 我国的国情 中国最多的是农民 最苦的是农民 而最有力量的也是农民 因此才有了不同于苏联革命道路的农村包围城市 毛主席帮助他们 解放他们 带领他们 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毛主席关爱人民 那人民自然就会拥护毛主席 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 喊出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 每一位中国百姓都明白 那个遭受压迫 遭受奴役 没有尊严的时代过去了 而对于这样一位带给所有中国人尊严的领袖 又有谁会不爱戴他呢 人民永远是社会的主体 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才能另一个国家长久不衰 这也正是毛主席能够成为一代伟人的根本原因 如今伟人已是 但其依旧是所有中国人拥护爱戴的伟大领袖 这也正是毛主席能够成为一代伟大领袖